欢迎各位光临国际华语辩论邀请赛 资格赛 晋级赛 IGKL组第一场的比赛现场 我是本场主席侯点正 在此代表主办方欢迎各位光临 下面有请双方变手入席 下面请允许我为您介绍今天比赛的正反双方及他们各自的立场 坐在我右手边的是正方 来自武汉理工大学代表队的同学们 本场比赛他们的立场是 小座文维权对社会力大于弊 下面有请他们做自我介绍 正方一遍武汉理工大学苏志胜 正方二遍武汉理工大学黄俊杰 正方三遍武汉理工大学李沛诚 正方四遍武汉理工大学陈生通 代表正方武汉理工大学代表队为赛在场各位 反方是来自浙江理工大学代表队的同学 有请他们做自我介绍 反方一遍浙江理工大学陈子权 反方二遍浙江理工大学徐峰俊 反方三遍浙江理工大学郑瑶瑶 反方四遍浙江理工大学金亦云 以及浙江理工大学校变连队 问候在场各位 大家下午好 在认识了双方变手之后 请允许我为您介绍本场比赛的评审 他们是罗洪坤先生 刘希冉女士 王春生先生 在比赛开始之前 我将对本次比赛的提示铃声做出说明 当总时长以及自由辩论时间剩余30秒时 将听到一声铃响 当总时长以及自由辩论时间用尽时 将有两声铃响 请停止发言 现在我宣布 国际华语辩论邀请赛 资格赛 晋级赛 IGKL组第一场的比赛正式开始 首先是陈词一环节 有请正方一变 请正方一变进行麦克风测试 麦克风测试可以听到吗 请问反方四遍是否能听清 可以听清 声音没有问题 请发言 感谢主席问候在场各位 小作文维权是指通过在网络上 以个人视角描述被侵权受害经历 尤其内容引发公众关切 形成舆情事件的现象 而判断小作文维权对于社会是否利大于弊 要看有无小作文维权 何者对社会更好 基于此 我方坚定地认为其利大于弊 具体论证如下 首先 小作文维权可以提供对其他维权手段的监督 当权我国存在多种的维权手段 但在具体维权过程中 由于地区司法发展不平衡和存在公权私用的现象 导致维权手段需要监督 根据中国司法文明指数报告2021显示 全国31个省 自治区 直辖市 司法文明平均得分71.1分 全部省份得分均未达到良好水平 这说明各地司法文明建设还有很大的努力空间 而执法水平的提升 离不开公众的监督 另外 2022年6月11日 唐山张女士实名举报一黑恶势力 曾对她非法拒绝16小时 并殴打逼迫她下跪 张女士当日报警后 明景只是取回了张女士被扣留的私人物品 却并未对相关人员进行处理 甚至在张女士发帖之后 陆北区想封接到派出所的一位工作人员 通过电话联系 要求张女士删帖 删视频 而在曝光之后 唐山市鸾州市公安局 组成专案组在12月就抓获犯罪嫌疑人 由此可见 小租们维权对公权私用 其他维权手段 同样起了重要的监督作用 其次 小租们维权可引起大众讨论 促使社会规则的完善 随着时代的发展 社会规则也应当与时俱进 不断修正 诸如伊藤诗之指控 TBS电视台分社社长山口静之 将其冠罪后实施性侵 而根据当时日本的立法 政诚强奸必须要证明 使用了武力或武力相威胁 如果不挣扎反抗 法官会默认是统一发生性关系的 因此 被冠贼的伊藤诗之 在2016年收到了检察厅 证据不充分 不予取诉的裁决 此后 伊藤按照遭受性侵的亲身经历 写出了即时作品《黑箱》 并坚持诉讼 此年 BBC将伊藤的遭遇 拍成了纪录片《日本之耻》 在世界范围内引起了广泛影响 2019年 东京地方法院判决伊藤诗之胜诉 在此事件之后 日本议会修改了《强奸法》 概述了受害者在没有直接受到暴力威胁时 未同意进行性行为的各种情况 其中就包括了摄取过量酒精 并且也加大了对于性犯罪的惩罚 小组为维权可引起大众对社会规则的讨论 甚至能够促使法律进步 根据吉登斯的权力二重性理论 维权现象本质上是权力的转换与使用 小组为维权则通过改变权力互动场所 聚合社会资源的方式 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双方的话语地位 弱势群体在微博场域中获得了话语支配权 并成功地实现了权力的再生产 综上所述 我方坚定地认为 小组为维权对社会必大于弊 感谢正方一变 有请反方四变对正方一变进行质询一环节 请双方进行麦克风测试 同学可以一定要讲话吗 双方声音没有问题 请发言 不好意思 我问一下我的时间看哪里 我看不到时间 抱歉打断 反方四变同学您好 目前我们的腾讯会议内有共享的时间屏幕 您可以直接通过共享屏幕 看到我们目前剩余的时间 我看到了 不好意思 好 那我其实其实发言其实开始 同学我问你 一堂中谁写了小作文啊 不好意思 我没听清 可以再讲一下吗 一堂事件中谁写的小作文 一堂事件中谁写的小作文 他自己写的黑箱 一堂事件中谁写的小作文 一堂自己写的黑箱 可我方看的是一堂事件中只有 民事公诉 还有那个小纪录片 所以纪录片和民事公诉都是客观的 作文 作文至少要有大部分的情景描述 以及主观感受才算作文吧 我没有听到你的小作文 所以这不算你的利好 我先问你第一个问题同学 你准备通过个例来论证你的立场 一堂写的是黑箱 你第二个问题我真的听不清 可以再讲一遍 不好意思 你准备通过个例来论证你的立场 没有啊 你想听曲句吗 我也可以给你念 所以你们方言不咋 准备个例来论证 没有关系 那我先确认一下 你认为小作文 利大于弊 你敢不敢倡导 我要倡 你想让我倡导什么 你要不要倡导吧 你认为它利大于弊 是倡导越来越多 人写小作文 我方觉得这是一个要保有的手段 可以写啊 所以你明方认为不倡导对吗 它可以跟其他的文件手段同时用啊 这是没有什么问题 所以你明方认为倡导还是不倡导 给个准案 倡导啊 我方立场就是这样 所以我问你 如果你认为倡导的话 那期待你以后续可以论证书 在可以使用法律手段的这些事件中 为什么倡导小作文 还是一件利大弊的事情 而我方只要论到这些事件中 可以公权力依然存在它的效力 警方的那个倡导 你要解释为什么还是倡导 而第二个问题是 你刚告诉我 我举个例子给你吧 一个女孩在化妆间 把自己被摸胸强吻的细节 写成一篇小作文 发到了网上 有两三万人的点赞 而他们点赞的时候 他们怎么知道 女孩写的东西是真话 你要讲诬告吗 诬告在其他的 比如说法律里也会存在 都有的 诬告是都有的 对 诬告都有 所以我问你的是 他怎么知道 他说的是真话 在被诬告的人 法律开庭 没有生理完之前 我们也不知道 那个人是不是诬告了 另一个人 所有的卫生社团都会有 这种问题 所以你要是要打算论证说 当下的网民都是理性的 而这诬告部分很少 对吗 我方不知道 网民什么样子 你可以讲了 但是我方觉得 所有的卫生社团 都会产生这种问题 没关系 所以这个东西 你要告诉我说 当下的小作文的事件中 这一类的事件很少 才能论证到你方的立场 而刚刚那个案件 就是贤子高 朱军姓骚扰的小作文 事实上他就是诬告 而这也是我方所讲 小作文底层特质 可以单纯地通过共情 在没有证据的情况下 就会一个人进行实行裁判 同学 那在未审先判的情况下 法律任何无罪的人 都被小作文 给有罪了定论了 这你还坚守你的立场吗 我不太懂 什么是未审先判 你可以解释一下 可是诬告 我相信已经解释过了 任何手段都有诬告 我不知道你 我拿你的例子来问 你说性骚扰 小作文可以使他 达取了法律中 没有裁定的结果 对吧 一腾实质就推动了 日本的立法呀 所以在法律 认为他没有罪的情况下 小作文对于 那个性骚扰的人 下了罪 你告诉我 你这样才还要 坚守你的立场吗 可是他真的 那个人他真的摸了我 他真的对我性骚扰了 这个时候我们推动 法律进步 是一件好事吧 所以我问你 如果您方也觉得 法律存在问题 小作文和网民 就可以越过 法律界限去审判 对吧 不是不是 我前面讲过了 所有的危险手段 是可以一起用的 小作文也不是要 取代司法 可是司法有漏洞 或者是没有发展 完善进步的时候 小作文可以帮助他弥补 可是在那个 性骚扰的立场中 你已经这么讲过了 法律确实做不了什么 但是只有小作文可以做到 而这就是小作文 越过法律的界限 去替法律审判的部分之一 而我方也认为 如果那个人 确实没有性骚扰 而这就是民方 所谓的未审先发 甚至对于那个 无辜的人造成一种伤害 而为什么造成这种伤害 还是利大弊 是你要死的东西 我确定你第二个问题 同学 那你刚刚说 网民都会做出 一个正确判断的情况下 你还接受你的立场 对吧 网民都会做正确判断 我没有讲过吧 我不是很听懂你的意思 你可以解释 那我问你 如果网民都做出了 错误的判断 比如说网民认为 那个人 我不知道那个人 到底有没有罪 我就说 这个人性骚扰 我就给他判罪 但这样的情况下面 民方要不要认为 还是利大弊 不是 我前面讲过了 打哈是司法途径 李铁被调查的时候 他只是公布了被调查 仍然会有其他网民 对他网报 我不知道这件事情 跟小作文 你想讲什么 我问你的比较标准是 你告诉我 如果一个人 因为政治的审判 和一个人 因为小作文而诬告了 在这样子的情况下面 你的这个利弊 比较是怎么比出来的 同学 诬告在所有的 途径中都有 不是小作文 独有的东西 我相信你讲过好多次了 所以这个问题 你也没有回答我 所以在这个情况上 你帮我没有比较 现在你往后去给个比较 感谢 感谢双方变手 在本轮环节结束后 正方时间所剩 14分15秒 反方时间所剩 13分40秒 下面有请反方一变 进行陈词一环节 请进行麦克风测试 麦克风测试 请问可以听听吗 声音没有问题 请发言 好的 谢主席 问候在场各位 开宗民意 小作文维权 是指在社会性案件 尚未正式审判前 其中一方当事人 通过极具张力的文字 丰富的情绪渲染 以常为形式 引爆舆论网络 从而实现其权力主张的做法 诚然 小作文维权 由于其叙事能力和渲染能力 往往有利于发文者的权益 正方刚才的全部论述 其实都在说 小作文维权 对于发文者来说 利大于弊 而我方认为 要讨论小作文维权的利弊 不能仅仅看其直接受益者 而是要站在全社会的角度 讨论这种维权形式 和维权环境 和社会环境的影响 我方认为 小作文维权对于社会环境 和维权环境 均带来不利影响 理由如下 第一 小作文维权破坏了 维权程序的正义 恶化维权环境 理论上 维权应当是维护自身合法权益 但如何判定合法与否 如何决定对侵权人的惩罚 应当遵循程序正义 通过可靠的裁量 进行适量的惩罚 因此 对于复杂的社会事件 从庭审到起诉 往往耗时半年到一年 涉及大量的证据 口供和资料 而小作文维权 将其压缩近短短的几百字中 必然将复杂的案情 简单化 情绪化和立场化 当涉及到复杂事件时 小作文维权这种 未审先判先定罪的做法 往往会带来恶劣影响 比如朱军案 最终证明贤子为诬告 但网友对朱军长期的批判和霸凌 早已造成了不可挽回的后果 小作文维权打破了 以罪从无 谁主张谁举证等规定 以流量和立场为审判依据 无疑是维权环境的恶化 第二 即便在少数事件中 小作文维权恰好导向良善的结果 但也进一步加深了 网络舆论的非理性 带来社会极化等长期避害 小作文维权诞生的土壤 一方面是网络舆论的兴起 让人们可以摆脱制度性身份 进行发言和宣泄 另一方面是由于社会的结构性问题 产生了对特定群体的敌意和情绪 正方罗列的那些小作文维权的证明案例 其解决力恰恰是由于其中是非 原本就很清楚 即便没有小作文维权 通过法治的完善 法治观念的进步 也能够解决 但小作文维权看似是一个 更简单更怪捷的方式 其本质恰恰是将这种立场和情绪合理化 比如杭州女子诬告老汉地铁偷拍案 无论是第一波抨击男性的 还是第二波抨击女性的 都坚信自己代表正义 而社会观念就在小作文维权 这一次又一次的撕裂和反转中 逐渐走向极化 综上小作文维权一大言议 感谢 感谢反方一变 有请正方四变 对反方一变进行质询一环节 请双方进行麦克风测试 杭州你好 我顺着你的理论问 您放第二点讲 说在这个事件当中 因为社会存在某种偏见 有的人支持某一个观点 有的人支持另一个观点 会形成这种对抗 那我和你今天在这里打辩论赛 有的人支持你的观点 有的人支持我的观点 是不是按照您方这个推论 打辩论赛是必大于利的 不是不是 不是因为有偏见 而是因为小作文只暴露了部分的事实 是民主误解这件事情原本的真相 杭州打断一下 您方的所有理论当中 一定也只会暴露部分的事实 同样没有办法回应这个类比 再往上面讲 您方讲在这个社会案件当中 因为他最终还没有办法定性 所以不应该写小作文 那我想请教一下 唐山的张女士 她把自己的经历首先报案了 报案之后民警让她撤销里兰 对吗没有 这个时候她该怎么办 因为她永远没有办法走到司法这一步啊 她如果报案民警不理她的话 她可以通过当地的市场热线 或者一些公众平台 公众媒体 所以您方打算把这个额外的维权成本 刻加在这个已经被侵害了权力的人的身上 这是您方的意思对不对 不是额外的维权成本 这就是本来你应该给你进行的维权图 对啊没有 我们不妨设身处地地想一下 我把我的经历报告给了警察之后 被撤销了立案 我心中会不会有害怕 我需不需要获取更多的支持 才有更多的勇气继续走维权这条路 需不需要 可以获取媒体的支持 可以打电话给市场热线 还有很多维权手段都可以做 为什么一定要写小作文呢 所以您方是打算让我方论证 用小作文来替代所有其他的维权手段 这是您方对我方刻的论证义务吗 那你至少得告诉我说 在已经有现状下 我们有这么多好的维权途径 可以去帮助你解决这件事情 你的小作文在有弊方的情况下 你得告诉我这些事情比他们都好 对啊没有 我能不能反过来用您方的逻辑 我明明有小作文了 我干嘛非得要去找媒体呢 那你得证明跟我说 小作文比媒体比小为好 所以我方不需要证明 小作文去替代其他的维权手段 事实上不同的维权手段之间 是可以相互辅助相辅相成的 这是论证义务 再来问您方一个态度问题好了 您方说小作文是必大于利的 如果你是一个微博的管理员 看到了一篇小作文 你打算怎么处理 我不太懂 您可以给我具体描述一下 要不要删除或者其他的一些方式 为什么要删除呢 为什么不删除呢 按照您 你得告诉我的小作文写的啥吧 如果里面都是谣言的话 那我肯定就要删除了 谢谢 在看到小作文的第一时间 你没有办法判断是不是谣言 我在这个时间点问你的态度 您方非常的犹豫 再给你最后一次机会 我不太懂 依然是犹豫 所以您方自己心里也清楚 小作文文宣这种手段 有其不可被替代的必要性 所以您方犹豫了 我想请教一下 那个不可被替代的必要性 您方能不能告诉大家是什么 你不要占我口头上的利好 你让我回答完好吗 就是我没有 没有你方说的那个 不可替代的必要性 我前面已经跟你举证过了 我们现有的很多媒体平台 公众平台都给了你发生的机会 是你要向我证明 有什么替代性 没有不可被替代的必要性 那您方就应该主张它删除 我这个要求不过分吧 为什么没有不可替代的必要性 我就要要求它删除 对啊没有 对啊没有 你意见和言论的自由啊同学 谢谢 所以不是言论自不自由的问题 有很多言论 我们都应该要把它删除掉的 到这里 您方口口声声在理论当中 列举了小周恩如此多的弊端 到最后问您方态度的时候 支支吾吾 您方自己心里也清楚 当我们的司法存在漏洞 当我们的司法 有句法言叫做法律 一旦制定它就是滞后的 当我们需要有种讨论的途径的时候 小周恩这种手段是不可替代的 这是我们今天所说的利好之所在 咨询结束 谢谢大家 感谢双方变手 在本轮环节结束后 正方时间所剩11分35秒 反方时间所剩11分23秒 有请工作人员收取分表 感谢双方变手 接下来进行陈词二环节 有请正方二边 请进行麦克风测试 三边同学可以听到我的声音吗 我这里很清晰 声音没有问题 请发言 谢谢主席 判准聊清楚 这个社会如果没有警察 就会乱套 有警察才会安定 所以如果某件事情 对于社会而言 缺少会使社会变得更坏 那么它的存在 对于社会而言 就是立断于毙的 需要强调的是 我方从来没有说过 谁要僭越谁 谁要代替谁 而对于司法文明介事而言 公权力和人民群众的声音 是两条腿缺一不可 往下来聊 女方最想聊的弊端 比如说网报 诬告 未审嫌犯 哪知是极话 我当然也不想看到 这样的现象出现 可是这是所有的维权手段 都无法避免的 比如当李铁刚刚被立案调查 也没有证据展现的时候 许多球迷就已经提前审判 他就是那个贪污受贿者 并对他进行大肆的指责和辱骂 如果女方因此反对小作人维权 其实女方反对的是 所有维权信息在网络上的发布 对于许多的小作人维权 也体现了性别的议题 如果女方觉得 社会上体现了一种撕裂的状态 其实女方反对是 所有性别议题在网络上的探讨 我方觉得这是女方所弊端的矛盾的部分 弊害部分我解释完了 往下 为什么小作人维权 让外部监督形势有它的必要性 因为司法途径总是会有漏洞 法律总是需要不断地完善和进步的 比如说张女士的案例里面 她诉法无门反而遭到了胁迫 在中国司法文明指出的报告当中 所有省份都没有达到良好的标准 而兰州大学基于50个焦点案例的探索发现 在舆论关注前 政府对待同样事件 首选措施往往是推伪不作为 而舆论关注后 政府马上拥有了迅速的行动力 小作人维权 就是在司法不利的情况下 集结人民群众的合力 督促司法机关做出那个公正的判决 就像大家还那个张女士公平正义一样 而法律制度和法律制度的完善 也离不开人民群众的发声 伊藤实质的案件 我必须解释清楚 他在遭到性侵后 因为不符合当时日本判刑的标准 被给予了不与上诉的裁决 在面对法条上的缺位 伊藤实质自己亲身经历 写成了自己的一部作品 叫做黑箱来感召群众 里面有非常多细节的描述 在此之后 日本议会终于改革了自己的强奸法案 同时更名为强制性性交等罪 包括了其他一系列相关骚扰行为 这是仅靠司法途径带不来的 到这里大家也发现了 不管是张女士的案例也好 还是伊藤实质的案例也好 小作文本身它并不排斥证据 甚至如果有证据 能够得到更多人的幸福 它的维权也能够更加的快速的实现 这是我方讲的 小作文和证据并不矛盾 感谢 感谢正方二扁 有请反方三扁 对正方二扁进行质询二环节 请双方进行麦克风测试 我再确认一下 能听到我讲话吗 可以的 你请 我认为小作文必大于利 等于我要禁止大家都不要说话吗 那你方的态度是什么呢 我方好奇的是这个 今天认为大家在大街上拉大红服 大喊维权这件事情是必大于利 等于为止 我让大家都不要上街 不要拉红服 其实我方期待的是 你方怎么去对待小作文这件事情 我方觉得是在这个时候 我方只是不鼓励 不倡导 或者说对于当下的小作文 维权是比较消极的态度 但是没有让大家禁止 禁止 为什么不让禁止的原因 是因为禁止会有另外一份 限制言论自由的避害 而这跟小作文 必大于利没有关系之第一 第二句 你方比较方式有比没有更好对吧 我方论着的是两条腿 缺一不可 司法文明记的事 砍了一条腿都不能行走 有小作文比 没小作文更好 你怎么比的 我方比较的是 如果没有 你看如果没有人民群众爱不清楚 这种途径 张女士的案件 她怎么得到解决呢 伊藤诗诗诗 是不是只能忍受那种法律上的缺位呢 有很多的官方 每个政策 我都跟你比较 我很好奇 就是按照你的讲法 补足就是利好 那今天我在当今的中国 我私刑有的时候也能够补足所谓法律的控制 所以私刑也必大于必要 不是补足哦 同学 如果没有人民群众的外部监督 甚至他自己的行为也会变质 他如果没有人民群众的外部监督 司法途径就会变质 所以两者缺一不可 小作文不是唯一的外部监督的可径 你比较的是填充 那我也告诉你 如果我能够证明这个手续本身是必大于利的 你也不能够证明 这样的话是证明你的尺包 我没有很后期 就是你刚才一直在立任的时候 讲了很多别的例子 新闻报道和你那个张女士 发布了一个视频 这个也叫小作文 他写了一篇短文 他把自己的证据 以及自己的心生焦虑 写出来到底跟小作文有什么区别啊 就发布了一本书 要有新闻和书版社的人做审核 这些所有图形都有第三方中立视角的介入 而不是单纯的利益相关方的视角 所以这些都不是你小作文的利好 我在网络面确认 是明方觉得小作文 他就是都也会有检 那我问你 就法律他们一般都是先做检证 再去判案 小作文会先检证再判案吗 就像凡思琪的初恋乐园一样 他只是写了自己的亲身经历 这件事情他的证据也没有被他的检证 凡思琪的初恋乐园 可没有指着那个人当民实名制的骂 而他也有人做审核 能不能回答我 法院做判断的时候都会做事前检证 小作文会吗 不冲突啊 我方唱到的是两条腿一起走啊 两条腿一起走 可是事实上在朱军案当中 七年之内因为法律没跟上 大家第一时间选择去相信险子 网爆朱军 这个伤害你怎么规避 我方讲的是 你看如果真的 你看如果朱军真的是那个有权有势 能够掌控司法的人 那那个人要怎么办呢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 我方唱到的是 我方讲了 中国有很多的舆情直通车 有很多的监控频道 你要像 而且中国现在性骚扰的案 不断的明确 在2023年新规之后 已经做出了明确的规定 哪怕只是一个骚扰短信 都可以判定为性骚扰 所以事实上 我方可以给各位举证 百分之七十点三 是未经检证 就已经对事实做出判断 并且发表言论 这份先判后审的伤害 你是要承担的 如果现在法院是先把你报答一通 再回来看你有没有证据 我方确实觉得 这样的法律是必打一例 往后我再确认 今天比如说 我要碰到我方二边 说他性骚扰我在一个 没有人的角落里 那你方觉得 我方二边要怎么自证 离铁的案件 我给过你了 如果你方二边不需要自证 你只要严正地表明 我没有做出任何的违法行为 并依法追究造谣者的责任 在公众之下 诬告者也在暴露在公众之下 说了那么多的话 也没有证据 或者说我没有错 当时网民说 谁会信你 还是在网报 网报那个 网报后 所以事实上 那么我会跟你举证 民方所有的制度设想 在现实生活当中 是不成立的 现实的机制是 先判后审 先以检证 往后我再确认 民方无论是讲了很多 事实清晰的案件 我问你 比如说同样的一个论点 我来讲 和黄之中来讲 你觉得哪个更可信呢 李铁他也是 被网民提前审判了 所以民方反对的是 所有维权信息的发布 不是小众的维权本身 对于民方那个案件 我觉得说福利这个事情 大家都有自己 可以说福的地方 我方只觉得 如果说网民对于 维权信息的发布 都是全部都平头论子 都往上面乱骂 我方也确认 这样的发布 对于整个社会来讲 是一件坏事 能不能回答我 同样的论点 我来说和黄之中来说 是一回事吗 维权信息不发布 那就司法变得不透明了 只有最后的结果了 我再回答 我往下回答你那个问题 同学 我方觉得说福利 这件事情是因人而异的 不能说黄之中的说福利 一定比你强 如果你能够 你看说一样的论点 我说福利大学生就业 大家不信 可是黄之中说 历练嘛历练嘛 就会打动人 叙事是有力量 他会让你相信 你原本不相信的事情 比如说今天有个案子 女生不小心被男生碰到屁股 他觉得男生在性骚扰我 可是男生真的有可能 是不小心碰到 大家多写了小作文 你觉得他信谁的 为什么不能信男生呢 因为女孩子如果写的 在这里不是说不信男生 而是谁写的好 我就相信谁 所以同样是维权 小吉娜写的小作文 去讲吴亦凡 被大家当作荡妇羞辱 可是多美族写吴切 谁那么大力忍下 就被大家相信了 所以小作文维权背后的逻辑 恰恰是通过叙事 流量为王的方式 去弥补正义和真相 而这一份的伤害 是民方需要承担的 他只是让大家管 好 感谢 感谢双方变手 在本轮环节结束后 正方时间所剩 9分07秒 反方时间所剩 7分47秒 下面有请反方二扁 进行陈词二环节 请进行麦克风测试 各位好 我做个麦克风测试 正方三变同学 就是我现在说话的声音 是可以听见的吗 声音没有问题 请发言 OK 那开始了 好 各位好 我觉得最方便 我的论证稍微草率了一点 因为第一 你觉得小作文就叫社会 社情民意反应制度 可是在我国 社情民意反应制度 可以通过政府 可以通过记者 可以通过市场 新疆 有非常丰富的 社情民意反应制度 在你方看来 你觉得写一篇小作文 都叫做社情民意 我给你举一个 小作文的例子 在社区疫苗接种的时候 有个家长说 护士的眼睛太大了 戴着口罩帽子 露出两个大眼睛 吓到孩子了 按照你 这其实是网上 比较容易出现的 很多小作文的案件 你今天觉得 所有的小作文 都是社情民意反应制度 也就是第一不成立 第二 就像你方问我 那个微博的问题 你方觉得 小作文为什么 力大于弊 是因为存在其合理 因为公民有表达的自由 可是公民有表达的自由 代表你说什么东西 都是力大于弊的吗 恐怕也不是 小作文最大的特点 是我们要去分析 它有非常充分的细节描述 它重渲染而轻润症 而我觉得正方 你们今天没有做 任何的文本分析 你只是觉得 小作文都是高大上的 如你所说 如果你认为 小作文是一种弱者 对抗强者的武器 可是谁是弱者 这个世界不是非黑即白的 权力关系的复杂性 就决定了 对方的正义根基未必存在 首先 对方表你觉得 小作文所有的正义的前提 都是鲜艳的 在面对无心理同案中 潘女士说 蛋糕店汤老板性侵幼女 潘女士说 自己哪怕是跳楼 我也要维护正义 而网民的抨击 让这个蛋糕店老板 直接关门歇业 可是事实证明 网民没有性侵 所以第一层 鲜艳的逻辑 对方表你证不了 那再退一步 就算你认为你是正义的 可是你只掌握了部分的真相 比如陈璐霍尊案 广东女同被性侵案中 这是一个非常是非 取得复杂的事情 在司法审判中 可能需要半年甚至一年 可是今天小作文 把复杂的立场简单化 今天你希望用800个字 去代替半年的审判 你是得不到公正的结论的 因为50.51%的人表示 他们做不到坚定自己的判断 会被舆论牵着走 而郑州大学的分析显示 88.05%的人 对于网络上信息 只是大略浏览 能认真浏览人 只有1.12 吉林大学如何判断 信息真实可信心的调查中 87.68%的人 因为周围大多数人 都认为真实 所以我也认为真实 所以就算你觉得是正义的 你掌握的部分真相 也不能证明方观点 那我们再进一步说 在审判过程中 小作文对于当事人的矩阵责任 其实是以罪从有的 这就是我方三变质询的问题 德阳女医生 我明说你怎么不说话呀 朱军案他们回复 朱军出来说两句 互联网环境下的自证 其实非常困难 可是我要面对 大量的事实层面的 矩阵责任暴致 因为我要证明 我没有心情 我没有心臊 这是事实 可是进一步 我不但要证明事实 我还要自证价值观 我举一个别的例子 在郑林华事件中 网民问 说你一个研究生 你把你头发展得 跟个陪酒的一样 最诸心的一句话是说什么 他说你连这都承受不住 你为什么要发到网上去 可见在面对 价值观层面上的自证 我是更为困难的 那我选择沉默吧 可是网民又说 沉默就是默认 所以审判的过程 也是非常不合理的 我们再来看结果 清华大学说 男生摸他屁股 然后写了个文章 说性造了 可是反转以后 直接开始网络暴力 排梗射死一条龙 在一篇研究报道中 网民的情绪 47%是愤怒 情感宣泄带达73% 这种主导性的情绪 带来了极端的声音 如此之多的小作文问题 你对方没有 为什么你都不看 谢谢 感谢反方二扁 有请正方三变 对反方二扁 进行质询二环节 请双方进行麦克风测试 对方同学 我说话你听得到吗 可以听到 好 谢谢 你方说小作文不看证据 张女士把警局的通话录音 黑社会的监禁视频 发布到网上 是不是证据 我方取了数据去证明 50.51%的人 第一他做不到 坚定自己的判断 被舆论牵着走 第二 郑州大学分析 88.05%的人 对不不 太快了 这些别害我后面 都给你检证了 回答我张女士的那些 录音视频是不是证据 我认为 它可能只是一部分的证据 为什么 因为这些问题 它是一个非常复杂 曲折的问题 谢谢 你看你承认了 可能需要半年到一年 但是你 对 打断一下 所以你看它也是证据 你方只是觉得 它是个例或者是部分 我给你举证数据好了 华东师范大学的 一份调查就发现 在微博维权的案例里面 真正的诬告和滥用 只占比6% 所以没有证据 不是小作文的特征 第一件事情都要清楚了 再往下聊 你方说这个网民 先验 未审先判 我问一下 在司法调查启动 说我们要调查李帖的时候 有很多那种 对于国族有偏见的网民 就上去就直接就开骂 对方同学 司法调查 是不是也不应该启动 首先第一件事情 司法调查 跟你写小作文 你方能混为一谈吗 如果再按照 按照你今天的观点 我们写出来的小作文 它都具有像司法这种 政府发表的文章 一样的公信力吗 我想肯定不是吧 第二你的第一个数据 对方没有 可以了可以了 打断一下 所以你看 你其实也没有正面 回答我的问题 因为我问的是 在司法启动调查之后 网民也在未审先判 网民也有自己的鲜艳 和那个态度 所以从言论自由的时代开始 就会有这样子的避害 如果你觉得司法 司法启动调查 是可以存在的 小作文也应该可以存在 这是第二避害 聊清了 再往下聊 对方没有 你说这个有情绪化 我问一下 比如说这个新闻媒体 写风舟铁类女的 报道事件的时候 它讲小花美的现状 它想要唤醒我们 人民心中的那种 同情心和正义感 这样子的情绪 你可以接受吗 自我直言 第一层 你今天纯粹是在证明 存在其合理 第二层 你讲的这个 你不愿意 举那种最正常的小作文 你举的都是那种 对方没有 我不是在证存在集合理 我在指示 对方没有打断一下 下场的 对方没有打断一下 我不是在说存在集合理 我在说你很双标 如果司法启动可以存在 小作文也应该可以存在 所以我刚刚确认到了 你似乎也可以承认 在新闻媒体里面 那样子的情绪 对于小化美的同情 是可以存在的 所以到这里 情绪化也不是一个问题 打掉了 最后一件事情 我问一下 我们说 比如说 女方肯定是认同新闻维权的 我问一下 如果我们今天新闻维权 用新闻来代替审判 是不是也不太好呢 对 我觉得你看 你政府写800个字 他能够把这个事情 清晰明了地讲出来 你要求民众做到800个字 写得跟政府那800个字 一模一样 这件事本身就不现实 就像你今天质询我一样 很多网民 他对于这种社会性的问题 就像你这样 你不愿意让我进行 深入展开地去分析 去解释 每一个小作文背后的情况 是怎样的 你就是反正扣一个帽子 说你看 法官都能写 这个司法都能写 凭什么老百姓不能写 那你说你啥也没论证 对没有 我的问题是什么 你的问题刚刚问的 不是说新闻媒体 是不是跟新闻媒体能写 为什么老百姓不能写 不是 对没有 所以你看 不是我不想让你讨论 是你确实没达到点子上吗 我的问题是 因为我们说新闻维权 也是新闻让我们吸引目光 至于后续的跟进报道 专业的事情 交给专业的人去做 它起到监督的作用 所以你防得避害是 用小作文替代了司法审判 你防得避害是来自于 只用了小作文 所以你的避害 四个部分我全部聊清楚了 我们来聊一聊 小作文的利好好了 专业同学 我问一下 你防讲了那么多替代手册 市长信箱 我问一下 如果今天侵犯 侵犯我权益的人是市长 我怎么办 首先你第一 你需要去举证 侵犯你权益的人 真的是市长 第二 现在像清廉江苏 它有纪委监督举告制度 向纪委举报 第一次是要由本官来 谢谢 我继续说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 市长信箱不起作用了 我再聊 你说新闻可以维权 对不没有 如果今天侵犯我权益的是 那个新闻公司的老板 我怎么办 还是一个问题 就是监督手 我不否认监督手段的多元 可是这不代表你鲜艳的认定 小作文的审判 它是正义的 就是 你只是证明 它存在 我打断一下 我必须要打断一下 还记不记得你首次说过的一句话 说如果公权力在这个时候 依然有效力 那么就不要使用小作文 我刚刚就在给你举证 哪些时候制度会有缝隙 哪些地方会藏工纳购 在这些时候 小作文就有他存在的必要 讲清楚了 利好 再往下聊 对不没有 我确认一下 比如说 我举个例子好了 如果今天我侵害我的上司 我可能第二天就被踢出公司 如果我今天上司侵害我 我是不是比较难发生 对我同学 弱者在你方看来怎么办呢到底 首先是第一个问题 就是你所有今天论证 都是你在假设一个完美受害者 可是事实在并 我前面举了那么多的例子 证明 第一 这种完美受害者 并不是如你想象那么多 绝大多数的小作文 都是你手上信息是片面的 然后你只是你自己觉得你是正义的 你觉得你侵犯了上司 就像网易有一个女生 说自己被上司侵犯了 阿里也有一个女性 说自己上司侵犯了 可是两个人同时写的小作文 你怎么去判断 这个女生到底是阿里的 还是网易的呢 对 老师说 你也没有正面回答的问题 前面诬告的数据已经举过了6% 所以不是主流 我的问题是 如果在侵权维权的过程中 一定会有强者和弱者的比较 我方坚持地觉得 弱者应该有一个武器 可以和强者平起平坐 到这里 我 感谢双方变手 在本轮环节结束后 正方时间所剩5分53秒 反方时间所剩4分31秒 有请工作人员收取分表 Muk 感谢观看 接下来进行战术暂停环节 在本环节 双方可各派一名教练上场指导 此环节单独计时 时间为三分钟 几时开始 感谢观看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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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各位好 司法调查可以启动 网民可以讲话 可是如果实际的样态是大家看到了司法结果 在网络上大喊或者在法院门口大喊说 你这个法官是贪奔罗法 拒绝承认法律的结果 或者说非常多的不理性 我方确实觉得这些人的讨论对于整体的环境是恶化的 而之所以我方不禁止 是因为这一份有另外一份言论自由的利好 而这一份跟小部门必大于利和 大家的发声必大于会恶化环境没有关系 这是第一 那意思是他们所有的数据在限制受到 是经不起检证他们唯一的去告诉说 这个6%是误告 可是除了误告之外 我必须请各位小座当中有很多事实模糊的 而且我相信在微博 微博电话当中 65%首发在微博的新闻本是假新闻 更可怕我相信这个6%的假新闻 跟大家现实生活是完全相反 这是第二件事情 往后在现实生活当中 我方针这个刻画下 他们这部设计为什么不成立 第一件事情是网民的先审后发 是大家没看到信息检证就开始攻击 先把你报答一通看你有没有证据 所以在数据当中 7.3%受盲者会默然发布观点 并且更可怕的意思是就算是未检证 检证是怎么样的 一个聊天记录 够够成证据的犯罪吗 一套证词够够成吗 而事实上这些证据到底可不可信 取决于你写的够够生动 能不能引发奉行 而在事实当中 45.84% 他哪怕发现真相 跟其他观点不止 他们也拒绝改变 48%对于观点是宁可信其 又不可信其无 今天我在地铁上 有个男生我看他手机举着 像偷拍我 他手机抢过来说 哎没有算没有拍 是他万一是有哪个隐秘的软件呢 网民在这样的质疑当中 使得这种舆论无法反省 这是第二重 所以我刚才机制上 向作为证明 这种先审后发和不理性的机制 会使得对方所有的制度设计 停留在乌坡邦里 而在现实生活 它完全是必大于义的 而我更会补他 无非是讲说 可是总是在有些团长 是有价值的 可是第一 你没有办法通过这件事情 你没有证明这些人 在这些场合中 是没有别的方式的 青年江苏要 或是网络上的新闻媒介也好 他们为什么解决不了 你没证明 第二件事情是 如果你要通过这样的方式 证明力大于义 你必须要证明 当下的法律是普遍失离的 而我退一万步 就算是有一些极端场景 是你一方式唯一的方法 可是你就好像说 循性逼供 劫富气瓶和私评 在当今的生活 有的时候它也是唯一的方法 所以你能证明这方面 是力大于义的吗 很明显是不能 所以我更进一步 是我必须要提醒各位 事实很多时候是复杂多面的 女生觉得自己被信到 可是男生真的有可能是不小心 居委会买不到菜 居委会贪污 可是居委会真的可能是没有物资了 他说的都有道理 可是在这件事情当中 真相由谁来决定 是由互联网的舆论和流量 谁能引发共情 谁能够让大家说出 大家不会信的 说出那有引发共情 能够写出暴点和热梗 大家就相信谁 所以同样是指控无义凡 你一个被当复羞辱 都是写下了你 我很担心忍下的东美族 却被大家送为女权热点 所以事实上 比如说在疫情当中 当时有一个游学生 举报当地政府懒证 但是当地政府禁止 是因为当时实在是 事情太多 四个小时没可以去回忆 网民就在网络上说 你这个政府是私行滥用 是不是贪赃亡法 所以各位 如果维权成功的结果 是决于你流量大不大 看谁弄他就先审理谁 这个小作文维权 在本上最大的问题 恶的根哪怕能够开出善的话 也不能够否定恶的本质 而对方边 我今天所有的探断 我必须要提醒各位 都是在流量探断之后 流量为家 在上帝视角的探断 可是在看不见的黑箱里 我们真的知道了真相吗 小作凭什么下定论 而且好像在朱军 没有被平反的七年里 小卫军没有被平反的两年里 我们都曾经以为 我们拥抱过真相 感谢 感谢反方变手 有请正方三变进行质询小节环节 请问反方三变是否能够听清 测试一下可以听到吗 声音没有问题 请发言 谢谢 对方被我讲了半天就两个避害 第一个叫没证据 我方已经讲过了 微博维权的那个案例里面 6%是真正的诬告和捏造证据 对方被我讲的是假新闻 数据对不上 第一件事情 第二件事情是对方被我讲 你看有情绪 网民未审先判 可是对方被我 你方的问题 老实说 这个避害的问题不在于有小作文 而在于只使用小作文 我方前面讲过了 如果今天 因为你方其实是不反对 新闻维权带来那种 所谓情绪的呼号的 可是我想问各位 我们只凭借新闻 告诉我们的那个情绪 用那种情绪去判案 去断定某个人是犯人 可以吗 也不行 所以你方的避害恰恰就在于 只使用小作文 用小作文替代司法 可是反方态度 正方态度不是这个样子 我们讲要两条腿走路 我们想一下 伊藤诗之的案例里 如果没有小作文 如果他不可以呼好自己的声音 让大众看见 那个司法永远不会推进 如果只走司法的程序 那个法律不会完善的 所以张女士的案例里 他也想要走司法 他找到警局 丰同学 如果只用某一条道路 可行吗 不可行 包括你自己讲的朱军的案例 朱军之所以有问题 那个案例我们觉得不好 就是因为我们只用情绪 来断定说 朱军你就是个强奸犯 可是当我们补上了 司法的手段之后 还给他清白 这是反方想讲的 两条腿走路 好过比一条腿走路 讲清楚了 而且我顺着这个 避害往下讲一层 如果我们真的要比 因为老实说 反方正方是觉得 任何的文学手段 都有可能被滥用的 可是我们要比一比 哪一种被滥用的可能性更高 我想请问各位 在美国 政府可以安插一个 自己派系的大法官 请问他能不能笼络 所有人的民心呢 在韩国财阀可以买断 新闻媒体 让他成为自己的喉舌 财阀可不可以买断 所有人的同情心和正义感 所以答案是不言而喻的 这是第一件事情 第二个 我们再换一个视角来想想 哪些人最希望 小数人消失呢 比如说在那个北航 女生罗倩倩 指控导师陈小五的 那个案例里面 其实最初的时候 罗倩倩是没有证据指控他的 后来有一些女生 代为转发了一些证据 让他帮助 帮助替他说话 最终取证了那个陈小五 对不对 我想问一下 为什么那些女生 不敢自己说呢 因为事实是 当时罗倩倩取得了 国外的拘留权 他已经不在北航了 而那些提供证据的女生 要么是陈小五的学生 要么是陈小五 那个学校里的那个导师 老师 而陈小五是他们的顶头上司 是他们的院长 所以陈小五放弃话来说 我不要的学生谁敢要啊 我不要的老师谁敢要啊 所以对方同学 你方说信箱 对 我给院长信箱写像 他是管理人 你方说往更上层去检举 对方朋友 你猜是他认识的人多 还是我认识的人多 就是我方想要讲的 制度永远会有 藏污纳垢的地方 你要看见他 弱者发生 总会有他的力量不足的地方 我们要补充力量 而那个力量是什么 是我们民众的同情心和正义感 到此 感谢双方变手 在本轮环节结束后 正方时间所剩3分08秒 反方时间所剩1分05秒 有请工作人员收取分表 接下来是 自由辩论环节 请正方先发言 张宏你好 有一个数据我非常感兴趣 你说微博的首发新闻当中 有65%是假新闻 可是我方提供的证据资料里面显示 在微博维权的行为当中 只有60%不当维权 65%你方觉得是可以的 6%你方觉得比达欲利 我方很奇怪 不当维权当中 不包括了信息 不包括了公告 也包括了一些事实模糊 比如说事实上 我觉得那个人性骚扰 我就发了一篇文章 但事实上 我们不知道是怎么样 就不在你的统计样本当中 所以这统计样本身是不靠规制第一 而是在记上证明 没有兜底 你刚才讲说 你方可以保护弱者 那我问就在信骚扰的案当中 一个女生指控我 可是我写不出一篇 好的小子的弱武维权 网民都快来骂我 谁才是这个案当中的弱者 对啊 没有 刚才那份数据 再给你解释一遍 所谓不当维权当中 包括 这以下几个方面 网络诽谤 言论失当 人人搜索 过度维权 它都包括起来 之后是6% 你方的检证是无效的 你方说 如果我没有办法提供证据 我要不要去指控 一个人是姓骚扰的 我方觉得 我方觉得是这样的 你写完小作文之后 当然也要走 那个司法的程序 两条腿一起走路 好过一条腿 你方这个逻辑 一直没有回应 期待你的回应 对方没有 并不是两条腿 期待一条腿 我举成都49宗案的时候 大家都说 学生拒留就是别人推的 就说这个舆论是 这个政府都是骗人的 今天你的一条腿 伤害到了另一条腿 造成伤害 你方怎么解决 一条腿 怎么会伤害到 另外一条腿呢 在鼠头压脖事件当中 一开始得到 那个检验报告是说 它真的是个压脖 可是学生们 不服这个报告 进一步地把 那个鼠头压脖的照片 贴到网上 用这个证据 被迫使得 政府机关 再一次地启动检验 最终确定了 鼠头就是鼠头 两条腿一起前进才对啊 鼠头压脖 并没有小作文 只是把这个照片 传到网上 大家都发现了 这个事情 甚至清晰简单 可是成都49中案中 大家都说 这个学校在瞒报 要求今天法律 给了一个正规的审判 但你不信 这是不是就代表了 两条腿冲突了 对啊 没有 解一下 我方向讲的事情是 两条腿走路 永远是好的 因为公权里 永远需要有外部事件 来监督 所以兰州大学 调查数学就发现 在50个网络 走一情案件之中 外部监督介入之前 56%存在推诿 介入外部监督之后 态度立刻也发出大转弯 这是为什么 是因为他们知道 他们的头上 永远悬着一把 达摩克里斯之剑 这把剑是外部监督 利好正清清楚了 对方朋友 我确认一下 我问一下 北航罗千千被导师 陈小武性侵实名举报 他本身是研究圣院的副院长 还可能是未来的副校长 权力不对等 我怎么发声 对方朋友 这把剑 你觉得他指向公权力 而我告诉你 他还指向广大的各种民众 因为大家都容易被你的诬告 被各种各样的情况伤害 你方正不出你方弯点 所以在审判前提上 你方觉得你天生就是正义的 所以我进一步 一个八百字的小作文 如何去替代掉 一个需要半年的审查时间 所以对方朋友 你的论证是告诉我 诬告是不可以的 所以我们要禁止诬告 对方朋友 反方也禁止诬告 如果那个人本来就没有权利要维护 那个人本来就想污蔑你 我方当然反对 可是今天的变题是小作用的维权 所以定义论证 正方从头到尾都不会接受 对方朋友 我再问好了 邱耀乐和颜亚伦的案件里面 颜亚伦告诉那个邱耀乐 说你千万别跟别人说 你要是说出去了 我就找黑社会来搞你 对方朋友 我怎么办 还是那个问题 现在现有的举报机制 和现有的制度 包括找纪委 包括找青年江苏 可以去解决这个问题 所以你默认了 你的前提是正义的 来看你弱者的观点 根据一份研究报道 公务员 白领 农民工 都觉得自己是弱者 请问 大家都觉得自己是弱者 大家相互倾压 展成极话 你怎么解决 我方不是在讲 我觉不觉得自己是弱者 而是在跟你分析 是什么阻碍了弱者的发生 比如说我去骚扰 我的上司这件事情 不这么容易发生的原因 就是因为我知道 他天生比我拥有 更强的维权的权力 我去骚扰 骚扰他 等于我自己找死 所以如果每一个 拥有权力的人都会明白 在那个舆论的场域 会偶尔的一次 实现那个权力的反转 他就不敢那么 那么明目张胆的 去侵害别人的权力 这部分利好 是不是已经正成 还是那个问题 把对至少 比你小作文 要来得更公平一点 这是第一件事情 第二件事情 按照你的想法 只要我有这样的权力 就要都为弱者 那我问 你就在性骚扰案当中 当女性在控告男性 可是我写不出来 好的小作文 我就只能等 我就被误告 朱军花了七年时间 才平凡 小慧军案当的那个老板 他花了两年时间 在这两年时间 我方从来没有说过 要砍掉法律这条途径 在那个案件中 他也不需要自证 因为发小作文的人 也将自己曝露在了公众之下 他只要声明 自己没有做出 任何的违法行为 并依法追究他的责任 法律也会快速地 还他与公平与正义 那个诬告者 也会受到处罚 所以我接着往下问你 在伊藤诗志志的案件里面 如果没有他写 自己的黑箱来 赶召群众 改变日本的立法 他要怎么为自己维权呢 你所描绘的 所以先解一下 小作文确实可以 实现权力的反转 这是我方的利好 我问一下 在你方的态度里 你那么相信法律 法律有没有问题 有没有缝隙 需要我们去解决呢 反转的利好 从来都不是你的 反转是到最后 法律来帮你补足 可是网民现在是怎么样 到现在贤子案下面 贤子的微博下面 还有很多人说 只是朱平他那个证据不靠谱 谁能说的进去 他有没有性骚扰呢 如果网民态度是这样子的 你凭什么证明 他是两条头最有利的 前面就打过了 在司法启动调查的时候 一样会被网报 所以避害 不要把齿盆都往我正话上扣 所以我问 张女士去警局报案 警局把他打回来了 一腾失之去 诉法无门的时候 怎么办呢 对方病友 在司法审判过程中 网民的各种各样的评价 是不会介入到 司法的审判过程的 可是小作文维权 你就要通过网民 各种各样的审判 来实现你的维权目标 这就是今天你只敢举 那种司法审判里面 那种评论的例子 和我们讨论的小作文的例子 完全不相同 我再进一步 今天哪怕是那个清华学姐 她说别人偷拍 结果最后被人反报了 我想请问 他应不应该被网民爆梗 这个网报偷拍一条龙 对方病友 刚才已经说得非常清楚了 网民的言论是 不会影响到司法审判的 换句话说 两条腿是不会相互打架的 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说 小作文起到 它本应该起到 那个监督的作用 而法律去起到 它本应该起到的 公正审判的作用 两个途径一起 才能够实现 那个美好的社会 这就是我们今天的意思 而也得到了 一方三变的认可 对方没有力 为什么是打架的 是这样的 在正常的司法审判中 网民可以进行评论 可以发表自己的观点 可是他不能够干涉 司法的独立性 但是小作文维权 所面对的绝大多数问题 很多时候都是 司法难以解决 非常复杂的 你就要通过 调动网民的言论 调动大家的发言 来解决问题 可是这就是在这伤害 所以在量刑师当 你解决不了 我再问你要挟 公权力的问题 在蛋糕店 无心里头性侵 潘女士说 我用我的生命来证明 蛋糕店老板性侵 要求给法律强加压力 这是不是在威胁公权力 对方没有 我不知道这个 为什么叫做威胁公权力 如果你了解过这个案件 你就会知道 他的女儿下体 确实出现了红种 但是因为报案之后 警察认为这个证据不足 所以不予立案 后来警察是 额外请了那个医学的专家 来给出了专业的鉴定 所以如果公权力 一开始就做这个行为 后续就不会发生了 这个不叫要挟 是合理的诉求 按照你今天的观点 贴一个大字报 我去跳楼去讨薪 我给自己身上浇汽油 都能够实现 你所期待的那种监督的效果 可是这能够证明 这些行为都是利大于弊的吗 想一想你今天的论证 你的第一点 再告诉大家 小字文存在就合理 存在一些完美受害者 可是这不过是 小字文极小的一部分 第二点 你帮告诉我 今天小字文能够起到监督 可是你的论证 跟大字报 跟跳楼讨薪 有什么区别 再次感谢双方变手 有请工作人员收取分表 有什么区别 最后进行总结陈词环节 根据赛前抽签的结果 首先有请反方四遍 请进行麦克风测试 同学 看一下我喜欢吗 声音没有问题 请发言 谢谢主席 今天对方说 我帮不让大家发声 可大字报是必带了利益的 但民众贴标语的权利 依旧没有被禁止 其方底线是用来监督法律 但是大多数小朋友 不适应于这个场合 而是大家快乐 都一起骂这个渣男 其方认为法律是互补的 但是当时大家连 朱军的律师都一起骂 其方认为小朋友 不该作为制裁的主体 但事实上小子文 就是天天在制裁别人 根本就是希望 替代法律去做事 如果小子文真的一大逼 对方为什么不敢聊 当今现状上的小子文 而是一直在聊 他方构想的乌托方向的小子文 你们今天打是小子文吗 是娱乐监督吧 小子文存在完美受害者吗 存在 存在我们又是逊选吗 存在那种概率 是大多数吗 没有论证 没有论证 而我方现在看到 是这种上一上半次的 分枝的抓娃 每抓一次的时候 就多一分割裂 每抓一次正义的程序 所以就多一分污染 小子文看似 做写的一个更公平的维权环境 可帮助的是 对方所谓的弱者吗 不是 是谁用小子文 获得更多的流量 是谁用小子文 能够共同情到更多的人 谁才能够 真正在维权中获得胜利 不是我聊 所以只要你描写的 都吸引你 只要你变成 那个所谓的 对方的弱者 就可以反而 就可以维权成功 而是反而加救了 大家的割裂 感谢 感谢反方辩手 有请正方四辩 谢主席大家好 其实我是很困惑的 对方没有一直在说 我方用个例来举证 可是华中师范大学 那个6.3% 只有6.3% 是失当维权的数据 已经跟您方举证过了 相反 我倒是很 不能说很期待吧 从头到尾 也没有听到 一份您方说的 现在的小子文 都是胡乱维权的 数据和证据 如果要说 到底是谁 在用个例论证的话 恐怕是您方吧 这是第一件事情 第二件事情 您方说 我们很多举证的 那个小作文 它不是小作文 我方很好奇 在那个鼠头鸭脖的事件当中 我们那个学生 写了这样的一段话 并且把照片附上了 您方的意思是 你看 因为他附上了照片 所以就不能称之为小作文 那我就很好奇 您方一方面说 我们期待小作文 提供更多的证据 可是当有证据的小作文 出现的时候 您方却说 它根本不是小作文 您方干脆告诉大家 只有污蔑才叫小作文 不就得了吗 您方还浪费这么多口舌 干什么呢 这是我方觉得 您方的定义自论证 对这个病题 没有丝毫意义的部分 同样 唐山的那个张女士 她说了自己 那个受害的经历 并且把录音贴上去的时候 您方说 那个录音 单纯只看那个录音 它不是小作文 是啊 只看那个录音 它当然不是小作文 可是结合起来看 这才是一篇 完整的小作文 同样的一开始 您方对 伊藤诗志志那个拆解 也是错的 您方说 BBC的报道不是小作文 是它不是 可是那个报道本身 是根据黑箱这本书 来拍摄出来的 黑箱总是一篇小作文吧 或者它是一个 更极端的大作文 您方一直在玩定义的游戏 却没有办法告诉大家 您方打算怎么样论证 或者说怎么样定义 小作文这件事情 只不过是单纯的 用口径在回应 我方觉得非常的遗憾 您方说我们在寻找 我们在找一个 完美的受害者 不是 反倒是我方觉得 您方今天在苛求 一个完美的受害者 按照您方今天的推论 在我发文的时候 其实人在这个 权力受到侵害的时候 有情绪是难免的 没情绪才是不正常的 所以当我把我的情绪 表露出来 获得了更多的人 共鸣的时候 都要没有苛责了 说你看 你用这个情来打动别人 你的这个行为 一定是别有 别有其他的目的的 如果您方自己也反对 未审先判这种态度的话 您方又为什么 要对情绪这件事情 未审先判呢 这是我方觉得 最不可取的地方 回来我方今天要跟大家讲的内容 在罗倩倩去举报 陈小五的这个案件当中 他不仅在知乎上 发表了一篇小作文 去指控这整个事件 同时他也向北行的纪委举报了 一开始其实 北行的纪委和 我方举着那份数据当中的 有关部门是比较类似的 比较推诿 我必须要这样讲 可是当舆论的氛围形成了之后 北行纪委 他就主动向了 所有的举报者承诺 说我绝对不会透露 每一个人的个人信息 并且态度转去为积极了 这就是我方讲的 两种手段 必须要结合起来一起使用 才能达到那个最大的效果 我们每一个人 在面对各种权力的时候 我们总是希望 我们总是希望 存在那样一个场域 可以偶尔地让我也变成 那个有能力为自己发声的人 如果您方觉得 小作文维权是必大于利的 相当于告诉大家 我们不需要这样 权力反转的场域 我方觉得 这对侵权者来说 才是最好的那个状态 感谢正方辩手的总结陈词 至此 比赛环节已全部结束 有请评审填写 并上交第一轮印象票 有请工作人员收取分表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感谢观看 下面将公布第一轮印象票的投票结果 罗洪坤先生印象票投给了反方 刘夕然女士印象票投给了反方 王春生先生印象票投给了反方 第一轮投票的结果是0比3 反方暂时领先 现在有请双方便手退席 感谢观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有请各位评审一步台上就座于锁头印象票的一方 有请 接下来有请各位评审给出锁头印象票的原因 首先有请罗洪坤先生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所以我会觉得正方同学的利益 会说得特别特别小 非常非常的小 首先正方同学觉得 我只要成为其他维权手段的补足就行了 所以我会觉得正方同学的利益 所以说正方同学的很多利益的开展显得姿态打引号 姿态非常非常的低 叫做你看那些手段总有可能有不足 总有可能有不能覆盖的地方 就像正方自己的口径叫做 总有藏污纳垢的地方 那确实总有的 同时也有反方变手的一部分的配合 我觉得反方同学在这个问题上回应的不够好 反方同学更多的讲法都是 你可以去市场热线呢 你可以12315啊 你可以这个啊你可以那个 你为什么偏要小作文维权呢 但其实是有点奇怪 如果它有效的话 我为什么偏偏不能呢 以及其他的管道有可能被堵住的情况下 我为什么就不能选这一个呢 就是在这个语境里面 我觉得正方同学成功的把至少是很多观众吧 我不知道 不对我不能代表很多观众 我只能代表我自己 我觉得把我这个观众 带入了某种视角 叫做 你这辈子总会遇到那些不公平的事情吧 你总会遇到投诉无门的情况吧 那你作为一个普通人 你看看你自己 也没什么钱 也没什么权利 也没什么名气 那你手上有什么呢 我告诉你 你手上有小作文 而这个时候 如果反方还推波助澜说 你为什么偏要用小作文 我就觉得 对啊 你不让我用小作文 我还能干嘛 所以这个时候我觉得 反方同学的处理并不是特别好 我用一个 反方同学的二辩的一个 自由辩论的末尾讲的楼顶讨薪的 这样子的案例 好来尝试来解读一下 就是我觉得有很多手段 我们不得不用 不代表它利大于弊 那有一个人走投无路了 我实在没办法了 我只能站在大楼顶上去讨薪 在这种情况下 你告诉我我不用这一招吗 我只能用这个了 不然怎么办 我老婆还怎么办 我自己接下去生活怎么办 没办法了 但是不代表这种方法 它利大于弊 我觉得确实是有讨论空间的 但是前面的很多时候 我觉得反方同学在回应这些问题的时候 回应的并不好 而且这个攻防并没有被这样连上 所以我觉得反方这里的论证 不对 对不起 正方同学这个虽然说得非常小的论证 似乎还是可以的 以及正方同学在小作文维权的过程上 也是更多集中在前端的 所以正方同学会用很多新闻来维权做类比 他告诉你新闻不是解决所有问题的 小作文不是解决所有问题的 我们最后很有可能还是要靠司法的 而小作文它只是个开端 就像新闻一样它只是开端 正方同学有完整的这样的表达 叫做我先吸引大家的关注 吸引完了之后 我靠公权力来解决问题 从这个角度来说 我觉得正方同学的论证已经基本完成了 叫做 因为正方同学论点本来就是这个 它叫做对其他手段的监督 它叫做引发大众的讨论 后面我觉得没讲完 正方同学第二个论点叫做 引发大众的讨论来修改不完善的法律 其实它最后的落脚点还是法律有可能有漏洞 公权力有可能有盲区 所以我们要通过这种方式去查决谱 那在这种情况下呢 我觉得反方同学 你要不把正方同学的逻辑打掉 要么就建立一个更强的语境 或者说论证清楚一个更强的东西 我觉得才有可能我把票投给你 那有没有做到呢 我觉得好像也做到了 反方同学他建立了个什么呢 他在比赛的前半段绝大多数时间都来告诉我们 小作文维权 它是违背程序正义的 它是有很多立场先行 情绪宣泄 它都是不合理的 在这单纯讲情绪 单纯讲未审先判的时候 正方的逻辑攻防打得非常的爽快 他告诉你情绪也是重要的 我们人民群众朴素的同情和正义感是非常重要的 然后他告诉你立场先行 他说所有的维权手段全是这个样子的 任何一个维权手段都是这样子 然后就非常钟情于李铁的例子讲了好几回 但是我觉得在自由辩论的时候 有个非常明确的转向 是由反方二变挑起来 他讲了两件很重要的事情 但是真的有点晚是在自由辩论才讲的 第一件事情是反方二变认为 或者说反方二变提出 反方认为正方所谓的两条腿左路 它是有矛盾的 这点非常非常重要 正方可能我们大家都觉得 这个评委都觉得他很重要 正方的第一次回应 是没有完全听懂这个讲法 他说怎么可能会互相影响呢 后来正方继续回应他 注意我帮你们分得清楚一点 这里面正方双方的理解是完全不要的 正方同学觉得 他还是站在一个维权者本人的视角 他觉得我一开始发小作文 没影响吧 没影响 我发了小作文之后 有媒体关注 有公权力来帮我解决 没影响吧 还是没影响 你看这不只有两条腿走路吗 前半段跟后半段 在我身上完美兼容了呀 我既发了小作文也有公权力 也有司法来帮助我解决问题 所以正方当然觉得不矛盾 但是反方讲的矛盾呢 是结合反方论点 叫做对社会的维权环境 和社会环境上是不利的 什么意思呢 叫做 他说 如果你用了小作文 对那个个体的个人 也许有概率能维权成功 还不一定 因为有很多反例 有概率能维权成功 但是对于社会整体的维权氛围 其实是会变坏的 因为人们更愿意相信 这种手段是好的 或者说更愿意进入到 这样的思维模式 叫做类似于为审先判 我们先定这个人好或者不好 所以反方同学讲的 两条腿矛盾和正方理解 或者说正方自己更多说的 两条腿不矛盾 不在一个层面上 正方同学讲的是 我自己使用者 可以两者兼顾 反方同学讲的是 社会影响上 这两件事情其实是矛盾的 当然我不得不承认 虽然我觉得我能明白 反方同学的意思 但反方同学并没有在 更多的时间 以及更集中的 把这件事情讲得这么清楚 尤其是这个攻防 其实很早就出了 我这人反方同学 这么晚才讲这件事情 有点在我心中是有扣分的 因为辩论比赛的权重 是很重要的 我有的时候很难 因为你一句话 然后我就直接判 整场比赛这一方赢 OK 我必须指出这一点 第二 反方二边 还讲了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 他直接颠覆了我刚才说的 这个角色问题 因为在正方的渲染下 我好像自动的带入了 我是写小作文的那一个 可是反方指出说 你不要以为 小作文的剑指指向公权力 它是指向所有民众的 那这句话 一下子把我点醒说 哦 我不仅是可能有权力 写小作文的那一个 我也有可能是被写小作文的那一个 那这个时候 形式就一下子不一样了 不是说我看的视角 不仅仅是看 我没有瞄准公权力的查却不漏 在这个瞄准公权力的查却不漏的过程当中 我有没有可能作为我无辜受害者被扫到呢 至少通过反方讲的个别案例来看 是有可能的 是每个人都有可能被扫到的 我在地铁里蹲着就有可能被扫到 我在食堂里面去打饭 就有可能会无辜的 至少按反方理论里面的讲法叫做 不是不是理论 展现的案例里面的讲法叫做 我都有可能被无辜的扫到 那这里就要 我觉得就要进行比较了 就要进行比较了 这两种情况 就是正方讲的 我对公权力查却不漏 以及反方讲的 我们有的时候我们自己也是弱势 不像正方同学讲的那样 只有面对公权力 面对有钱有权的人来说 我们是弱势 不 在哎呀我觉得这我不得不说 假设我更多的票数在正方的话 我觉得这就是反方没有讲好的地方 就是我们每一个人都有可能成为弱势 而这个强弱势的这个逻辑它是不好的 反方必须牵连到自己的论点上 叫做他对社会环境或者维权环境是不好的 这种谁有权 那个权是权力的权 power那个权 谁有权 谁就更能吆喝 谁就更能定义right的那个权力 其实这种逻辑本身是错的 可是问题是反方其实并没有在更多时候 把这件事情讲得更清楚 OK好 我回到最后的判证问题上 我觉得正方同学讲出了一部分事实 在有些时候我们对抗藏路纳垢 或者公权力盲区的时候 确实小作文是一个不得不做的手段 或者在这种情况下小作文是好的 但是在其他情况下 我们被污蔑了 或者说我们被平安无故给扫到了 在这种情况下是不是不利呢 我觉得也是 那怎么比呢 我不知道 我真的不知道怎么比 这怎么比啊 这反正和谁都没有说怎么比 你知道吗 我 我不得不承认 唯一能够似乎帮助我判断的是 正方同学讲的数据啊 正方同学说 这种诬告的比例非常非常的低 我不去质疑这份数据 因为厂上很没有开展 对这份数据的具体工法 听闻好像是华东师范大学做的 这好像还是我的母校 我听了为之一震 OK 只有6%的是不好的 好吧 这份数据是这么说的 就是 我觉得在这种情况下 反方同学讲的东西存不存在 我觉得是存在的 但是 现在情况下 更多的是正方的使用 还是反方的使用 还是说正反双方各有权势的情况下 我们应该怎么判断这个利弊 没有其他任何的标准在场上呈现 我唯一耳朵里面听到的标准是 我注意啊 我指的耳朵里听到 是指你们正反双方演绎过的 讨论过的 推理过的 耳朵里面听到的标准是 哪种情况更多 在这种情况下 正方有提过6%的数据 反方对于这个数据 很难拆解 以及在激励上 也没有进一步的回应 因为正反双方在这里 有个定义上的区别 就是 双方对于什么叫小作文 其实认同不一样 反方其实有敏锐的指出的 你正方不能什么都叫小作文 在网上发声 就叫小作文 这是不合理的 但是正方截变 我觉得说的也非常好 你反方也不能这么过分 对吧 凡是那种写的很 很妖言获重的 就叫小作文 这也没道理 对不对 这个时候我觉得 双方全是各自 都有一定的道理情况下 没有任何人来告诉我 小作文更大概率是那种情况 小作文的使用更大概率 是正方的情况 还是反方的情况 要么 或者说你告诉我 未来发展 小作文更有可能是怎么样的情况 或者反方同学你补足说 从激励上说 只有正方同学眼中那种 妖言获重的博眼球的 才有可能胜出 我觉得也行 那反方有没有呢 不好说 因为反方在某些交锋回合的时候 在问正方说 对吧 同样一个东西 职中学长说 是不是就很蛊惑人呢 职中学长又犯了什么错呢 莫非其妙被你们拉来鞭视一顿 我们辩论的人又有什么错呢 或者说很多很会讲的人 又有什么错的 但是反方我觉得这个层攻防 并没有连上 你并没有告诉我在机理上 这样妖言获重的小众 会变得更多 或者说不利影响的小众 会变得更多 所以我非常非常非常难判 这场辩论比赛 我有一定 我应该是蛮有概率 把决选票投给正方同学的 因为我觉得在 没有任何比较标准的情况下 我唯一能听到的比较标准 好像是正方有优势的 但是这个比赛啊 我觉得啊 就双方 我下面的一些话 跟比赛身份无关 但是我会建议 大家都像比如说 反方二变同学去学习一下 学他什么呢 有的时候 话慢慢讲了 真的能讲得更清楚一点 仔仔细细听 对方在说什么东西 不然我们有些 很有实力的辩手 你们真的很好 但有的时候真的会有点上头 以至于原地的攻防 会反反复复在那里打 编轮比赛怎么样才算好呢 有推进就算好 有新内容就算好 新的内容跟变题相关就算好 在这种情况下 我觉得正反双方 这场比赛都是激烈有余 然后让我们评比赛 评得有点难 这是我个人的看法 耽误大家很多时间 不好意思 感谢罗洪坤先生 下面有请刘夕然女士 有请 大家好 我觉得整体的观感 跟前一位评委非常的相近 我感觉这场比赛是一场 非常非常模糊的比赛 以至于到最后 其实相当之难判 因为咱们这次资格赛 新国边都是一轮一轮的收票的 所以我这场比赛是完全不记得 我的这个攻防票投给谁了 但我也是有概率分票的 给第三位评委留下很大压力 我也是有概率分票的 但我现在为止呢 就是分票的意愿不是特别的强烈 原因是因为正方今天 踩了我在攻防里面一个大雷 也是我写在我自己的判准表里面的 就是自相矛盾 我觉得今天正方跟反方 都有一定的自相矛盾 然后我会觉得正方的自相矛盾 更严重一点 因为我觉得正方的自相矛盾 是在论点和最后的利好留存那边的 正方一开始是怎么讲的 这个小作文维权最大的利好呢 主要他觉得说小作文维权 是要和其他的维权手段共用的 那这件事情有一个最核心的问题 就是它的共用生态 大概是长什么样子的 但事实上正方今天的共用生态 是很怪的 在展现的过程里面 小作文的维权主要是和公权力 在一起适用的 可是你有没有发现正方讲的时候 第一他讲说公权力有问题的时候 要靠小作文去进行揪篇 这是一开始推出来的这条线路 那没问题 一开始的推进都是顺利的 可是当反方举出两种情况的时候 我觉得正方这个时候就开始矛盾了 第一 反方举证说 那如果诬告的问题怎么解决 正方的口径 我觉得还是要靠司法手段 再去解决这个诬告的问题 或者是换言之 还是要靠司法的一些判断 来判断会否是否是诬告 那我请问 在本身你们自己都说的 他就是要去制衡公权力 他就是要去检举揭发公权力 本身内部的问题的时候 那怎么背后又能靠公权力 去解决或者是制衡平衡这个问题呢 我完全不能理解 那如果是就是 反方说的第二个问题 就是当你对于公权力的质疑 影响了反方正方所相信的 本身的另外一条维权手段 就是靠司法维权的时候怎么办 这时候反方明确的举出了一个例子 叫做说这个司法的审判结果已经出来了 然后有人在那里大肆的写小作文 说这个法官勘污受贿 这个司法系统内部藏污纳垢 你没有发现这件事情是完美的符合 最开始正方所说要解决的问题的 就是司法内部有问题 有一些坏警察不予立案 反方说那这个时候如果你是觉得坏警察不予立案 要靠小作文去制衡 那么坏法官乱判案 司法系统内部有大问题 那你怎么办 这时候正方说那不矛盾 两条腿就是强行一起走路 我觉得这大矛盾 就是这个矛盾的比两人三足走路的那个状态 还矛盾都纠结在一起了 这个问题完全没解决 而且这件事情的内部的自我矛盾 已经严重的影响到了正方最后想达成的利好 叫做面对公权力的那把剑 那你要怎么面对嘛 就是公权力如果有问题的时候 你说这把剑能够正好捅在这里 可是如果它捅的是不对的 它捅的是伤害了干净的公权力 你这个地方的整个矛盾纠结完全没有办法处理 我认为这个地方的处理应该是说 你要去思考一些应用的状态 这里正方试图去进行举证的 就是那个6%的诬告的数据 但恕我直言 我觉得今天正方的攻防打的略有一点乱的是 这个数据的呈现 一开始我是很信的 因为我本质上是相信大家在场上所举证的数据 都是经过严格查证 可是你们对于这个6% 到底是什么样的内容 口径变化太多次了 你们一开始说6%是一个诬告的数据 后面这个6%变成了没有证据的数据 再后来这个6%变成了不当维权的一个数据 然后最后在自由变里面呈现了一瞥 然后说大概不当维权里面包括三点 不好意思我没有完全记录下来 但是这件事情引发了我对于这个数据攻防 有一个很明显的恶感或者是对于他的不信任度 因为反方问你有没有证据的时候 你说只有6%没证据 问你诬告的时候你说6%没诬告 可是事实上那个数据本身呈现了叫做不当维权 而不当维权具体指示的内涵到底是什么 后续没有攻防 我认为这件事情我们就不能完全的相信 就是这6%是不是完美的能应对到 刚之前反方提供的好几层的挑战 就是究竟是不是这件事情 就完全用这个数据能够解释的 这是第一件事情 自己在陈述数据的时候 前后的反口 前后的 它也不能叫反口吧 它叫做一种试图进行一些擦边的描述 第二个问题 就是我觉得反方是直接的去质疑了 你这个6%的诬告 或者我们叫它不当维权吧 是怎么统计的 因为假设我们现在没有任何一个上帝视角 告诉你最后的真相 完美100%的真相应该是如何 那请问这个诬告又是按谁来说呢 我感觉这件事情是纠合了前面正方所说的 最后要靠公权力去判断 如果今天我们认为最后的判断 正误或者是正义与否 这个是否是黑白分明的 不是诬告的情况 是按公权力得出的标准 那我这里就产生了一个疑问了 正方不是一开始说 本身的这个诬告主要就是面对着公权力的吗 那假设这一部分最后是靠公权力来判断 我到底要不要信这个公权力的结果呀 那如果是没有这种百分之百准确上帝视角的话 那这个诬告的数据是不是也不太可信啊 我认为反方的一轮针对于这个百分之六是如何做出统计的这个询问 是问到了这个数据的一些根基性的问题 但是很遗憾我没有听到正方比较有力的一些解释 所以这个数据一开始它的效力很足 后面我觉得它的效力是逐步被削减的 那反方有没有矛盾的地方呢 反方也明显有矛盾的地方 因为我觉得反方其实对于小作文的维权是特别苛刻的 它对于其他的各种维权的手段 其实相对来说都是允许有问题的存在的 只有小作文不行 那当然这个原因是因为我们今天就在讨论这个小作文维权 可是问题是我觉得正方应该对这件事情指出的更明确一点 因为正方只有在前半场有问 就是为什么你觉得媒体是OK的 写书是OK的 那么小作文维权是不行的呢 反方这时候有一个口径的回应 其实是非常奇怪的 或者是问题很大的 它叫做说媒体在发布的时候 它也是有第三方审核机构 写书是有编辑和出版社作为第三方审核机构 可是各位不是说有第三方的审核机构 这个第三方的审核机构就是公平公正的 很有可能它是更加有问题的 因为你想啊 你说个体 它有可能有立场性 情绪化 未人相判的问题 媒体 出版社 那就更有了 因为这是扎扎实实 明明确确的给他们带来真金白银的利好的 你想啊 我们都说媒体 媒体可是分为各种各样的媒体的 如果今天这个媒体是官媒的话 那就存在你们刚才所说的 就是官方有可能刻意去遮掩一些问题 如果这些媒体是像UC浏览器那类的媒体 或者是某一些 对吧 那它更加有可能有它的立场 它有可能会放大虚假的部分 放大情绪化的部分 为什么 反方能够通过论证 有第三方的审核机构 就来论证 媒体和写书的这种方案 这种途径 是更加公平公正的呢 我觉得很有可能 你们如果抓着这个例子打下去 会把反方推到一个非常难受的境地 就是因为反方到最后要求的是完美的 如同带有着上帝视角的那种文权方式 如果是这样的话 反方它的比较标准是有问题的 我觉得这道题最大的问题就是 正方立出来的必要性的那个比较标准 其实是有道理的 可是自己自行出现了矛盾 而回到反方这里 反方去挑毛病的这种比较标准 也是有问题的 可是没有通过正方的攻防 给予反方足够的压力 这个部分 我听到反方大概攻防了两轮 但是都比较零散 一轮是发生在 应该是在中间阶段的二边 另外一轮是在自由变比较前肃 自由变的那个问题问得特别好 就说反方你说你自己有65%是假新闻 后期会翻转的假新闻 你这样子的假新闻的媒体你信 你可以说用媒体来维权 为什么后面你自己 我方举证的只有6%误告率的小座的维权 你又不行了 反方这个地方是逃掉这个问题 可是正方是没有去追问的 然后接着所有的自由变的战场 被反方二变整个掌控 反方二变就开始迅速推进他的问题 他就说不是啊 你这个剑不是只对着公权力的 先说公权力内部的自我矛盾 我刚才已经解释过了 这个剑它又不仅是面对着公权力 它还面对着我们人民群众内部 那人民群众内部就有非常多无辜的个体 然后这时候反方就开始出现 他就说那你说这一部分无辜的个体 它如何自证呢 它是没有办法自证的 而且如果要走正方所推荐的司法程序 是很慢的 他特别强调了两年 然后这个时候正方出现了一个略有一些不负责任的口径 比如说啊没关系走司法的手段是很快的 反方刚刚举证了它是几年 而且在这几年之间 他的人生 他的工作 他的一切都会受到影响 然后这时候正方说 没事你只要如果被诬告 那走一下司法手段就可以 我觉得这个地方就开始整个场面有一个诡异的偏移了 就是前诉正方所拿到的一切利好 跟自己本身的攻防是有矛盾的 而剩下的那些部分 反方所明确描述的避害 正方的处理是不足够的 所以综合来看 我觉得我会相对来说 比较偏向于反方 但我确实觉得这场比赛 它不是一个明明确确的一个很大票的局 比如说如果这场比赛 它的结局是0米9 我觉得它不是非常合适 但是我 但我就真的不太确定中间我的票数是怎么投的 所以确实是一个非常纠结和非常困难的判决 好 谢谢各位 感谢刘夕远女士 下面有请王春生先生 有请 好 谢谢主席 各位好 我也是很难判决 因为我也不记得中间我的环节票投给了谁 我是按照每个环节单独打分的 所以总体的分差我其实没有记得很清楚 而印象票和决胜票的话我大概率会投向同一方 理由是这样的 我会觉得正方所描述的一个个体视角 描述被侵权的经历这样的小作文 能维护的这部分利好 仅在社会制度失效的情况下使用 是一个比较好的状态 可是正方担负的需要担负的论证义务是 你们自己说了这是两条腿走路 不会互相倾压 那你们需要担负的论证义务就是它不会倾压 可是我认为在这件事情上正方的论证相对来说不是很完备 我来解释一下为什么 是这样我接受到这场比赛里面 关于小作文维权的描述分为两个部分 一个部分是前端就是维权者自己使用的这个部分 另一部分是后端网民去接收的部分 在前端的部分维权者自己使用的部分 我觉得正方是有讲到只有6%的诬告率 虽然我认为这个数据在后续场上的减证中 越减证效率越弱 原因是当你说只有6%的诬告率 而反方不断地举出实证 大家耳熟能详的实例 比如说朱军案 比如说一些47中案 49中案 类似这种案件 越举越多 反方说你看大家耳熟能详的这么多案件 都没有你讲的说都是不当维权 那怎么就6%呢 反方越举证 正方只报这个6%打的时候 我就会越觉得正方好像只有这一份数据 而没有对于现状更详实的描摹 所以我会觉得这个数据在一开始 效力确实很强 把反方问住了 但在后续效力逐渐减弱 而我认为这个数据 对于这场比赛 胜负没那么重要的原因是 我认为这个数据只解设维权前端 也就是维权者自己的这个部分 但对于维权的后端 网民是如何反馈的部分 其实解释力是不足够的 因为在小作文维权的完整事件中 应该是维权者先发布一篇小作文 然后紧跟着网民对其进行讨论 并且给出自己的意见和结果 然后再推动司法 还是其他的途径也好去解决 最后给出一个惩罚的这种措施 但是只有6%误告率这件事情 只解释了前端的部分 大家维权不会乱维 但是后端的部分 维权的结果真的正当吗 维权的结果真的有益吗 其实是缺乏论证的 所以这个数据我认为只解释了前半部分 而后半部分 关于维权的结果如何的部分 我认为反方有抢到实际的利好 反方讲的事情就是 因为大众不够理性 同时你的小作文 通过调动大众情绪的方式来完成维权 很容易使得一些错误的维权结果出现 比如谁写的好 小作文写的好 谁就更容易实现维权的结果 谁闹的大 谁就声音有理 我认为是有这部分现象存在的 而正方对此没有什么回应 正方唯一的回应就是 新闻也有这样的问题 可是在场上的交锋中 反方给出的最后一层是 新闻有审核 正方就停住了 没有后续的攻击了 那为什么有审核这件事情 就意味着它不会引起大众的 所谓这种非理性判罚失当呢 我认为正方是需要补充 后一步的口径攻防 来让我认识到 反方的这部分的回应是无效的 可是在场上这个部分的内容 是缺失甚少的 所以我会觉得在这个部分 反方是有拿到一部分 但反方拿到的是那么彻底吗 我说实话也不 原因是我会觉得 反方在很多案例的描述上 其实可以更进一步的去阐释 这部分所谓的轻压 带来了什么样的结果 比如你自己就可以讲 你们举的那个清华学姐的例子 举得很好啊 你为什么不讲呢 就是清华学姐的例子中 明显的一句话是什么 学姐是这样说的 我就是要你射死 他就是要这个不当的判法结果 就是要小作文维权 带来这种情绪化 冲击整个社会的评判体系 让这个学弟射死 对吧 那这种话 反方完全可以去说 来描述说这种不正常的 情绪化的 然后审判先行的这种体系 带来对整个正常的审判体系 和正义的轻压 可是反方也没有描述的很好 所以这场比赛 在我看来 因为我实在不记得我的环节票 如果我记得的话 我大概会投一个1比2的这个票型 但我不记得 我就为了避免我投出 就是不符合我心目中认知 胜利的一方的票 我的决生票 就是还是会在反方这边 但是我会觉得反方 你欠缺很多 对于你的例子的更深入的阐释 以及对于后端 维权后端的结果 适当这个部分的阐释 而这导致的结果就是 正方有没有论证成 一部分的维权成立呢 我觉得是有的 就是正方讲的那个市长侵权 然后你要找市长信箱 是不可能的这件事情 可是由于他在整个比赛中 出现的这个太少 就是他的听上去的比例就太少 尤其是正方强调 这是一个公权力失效的情景下 才会特别好的情境的时候 我就需要听到更多正方 关于公权力失效的举证 可是甚至自由变的时候 反方已经起脸问你 中国的社会制度这么糟糕吗 公权力失效这么糟糕吗 你明明有很多数据 你的利论稿里有司法文明 只有71分 甚至不是优良 然后他只在利论稿里出现了一次 然后自由变后续的江峰里 你们仿佛忘记了 你们试图描绘的这个社会制度 没有那么完备 导致在正方描述的这部分利好里 我听起来是一个很特殊的情况 而反方所描绘的这个弊端 大众的情绪认知 以及审判先行的情况 反而变成一个很普遍的情况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 我整体的票行会比较偏向于反方一点 那对于这个6%的数据 我的判断是 它确实是一个 可能是一个比较有效的数据 但是这个数据的问题是 双方的阐释都不够明确 正方的不够明确的部分在于 它对于具体的这6%的数据指向什么内容 解释的好几次出现的内容是跳动的 反方的问题是 你完全可以讲6%只是说 维权的人发表的内容未必是不对的 可是不代表维权的结果一定是正确的 你完全可以这样接 但你也没有接 所以整场比赛在我看来就是攻防停滞 它只停留在了大家方便解释的那一层 可是到后续那一层 需要延展的那一层的时候就消失了 所以这场比赛 我的判断也是比较困难的 但由于我忘记了我的环节票 所以我的决胜票大概率会在反方 大概就是这样 请问各位评审是否还需要补充发言 感谢各位评审的精彩点评 有请各位评审填写第三轮商讨票 练习两个人 参加下 obe好 练子圣 写第三轮商训第三轮商训第三轮商训第一轮商训第一轮商训第三轮商训第三轮商训第三轮商训三个人 为主要摇取了一次 大概枴下 有所摇取了一次 注尊致 有机会 在除了第一轮商训第三轮期间 感谢各位评审 有请一步台下就座 感谢观看 比赛结果已出 首先揭晓的是 本场比赛的最佳辩手 他是来自反方代表队的 二边徐冯军同学 恭喜您 下面我将为大家宣布 国际华语辩论邀请赛 资格赛 晋级赛 IGKL组第一场的最终结果 第二轮环节分数票 罗洪坤先生投给了反方 刘夕安女士投给了正方 王春生先生投给了正方 第二轮投票的结果是 二比一 第三轮商投票 罗洪坤先生投给了正方 刘夕然女士投给了反方 王春生先生投给了反方 第三轮投票的结果是 一比二 加入第一轮印象票的最终结果是 正方三票比反方六票 让我们恭喜反方代表队 赢得本场比赛 同时让我们以热烈的转声 送给本场比赛的八位变手 感谢他们为我们呈现了一场 精彩的比赛 下一场比赛即晋级赛 ABC第一组第二场的比赛 将在稍后进行 欢迎大家继续关注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